关于最终幻想7重制版 PS5版UFAY的DLC二档会员 开始不能下载 后来又能下载了 关于这件事情的始末和各位分享一下 2022年的7月19号 索尼的PS二档会员增加了很多游戏 其中有一个重点游戏 那就是最终幻想7重制版的PS5版 而且带UFAY的那个DLC加入了二档会员 但是出了一个问题 在19号20号21号这几天 有一部分用户是不能获取这款游戏的 它显示无法使用 如果强制获取的话 它会提示你已经有了一个最终幻想7了 我遇到的就是这问题 在去年我免费领取过最终幻想7重制版的PS4版 因为是会员 那个月是可以领取的 后来在今年的1月份 我又把它免费升级到了PS5版 但是是没有那个UFAY的DLC的 我估计有很多同学都是像我这种情况 但是现在这个最终幻想7重制版的PS5版 含DLC 它是一个套装 后来有网友告诉我 可以给港服客户服打电话 让他们给你撤销之前领取的PS4版 我是登陆他们的网站提交的这个问题 是在20号提交的 他们是在今天22号给我的一个邮件反馈 对 如图 昨天晚上也就是在21号的晚上就可以重新获取 最终幻想7重制版的PS5版 而且含优费的DLC 获取之后我之前下载的那个最终幻想7的重制版 PS5版不会删除而是自动替换 进入游戏手动下载一下那个DLC就可以了 在之前它需要花96港币购买这个DLC 现在是下载免费下载 区别就是这样的 我估计这是一个索尼的bug 后来用户反馈特别多 人家把这个bug修复了 让咱们之前领取过PS4版的同学 也可以重新领取这个中韩文版 索尼PlayStation以后再出什么小bug小问题 各位不要着急只需要耐心等几天 应该就OK了 就像上次补会员差价的那个事件是一样的 以后我估计还会出类似的事件 不要着急多等等 好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宝箱 我们下次见